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变异数的假设检定 那么本单元限定在单位的问题上面 在做这个母体变异数检定之前 我们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首先介绍一个 这是符号 母体的变异数 我们是Sigma平方 样本变异数是S平方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 一个样本数叫做N的一个简单随机样本 那么我们要说了 说什么呢 N-E瓜胡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这是什么呢 这是Ki²的定义 Ki²的抽样分配 是一个自由度 N-1的一个卡方分配 它这个数字是服从卡方分配的 那么它的自由度是多少 N-1 而这个卡方分配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做单一母体变异数的一个假设的检定 那么当然是双变异数 变异数的比较的话呢 我们用F分配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介绍 但是单一母体来说 我们要检定变异数 就是要用这个Ki² 好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叫做卡方分配表 这是卡方的这个Density Function 它们的图 它是一个右偏的一个图 那这边 假设这里的话呢 几率叫做α 那这个是Ki² α的这是临界值 那么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了一个表 这表我们放在这上面 这个表也是跟这个T表也差不多 这边要有自由度 当然这边我们的图表绝对不只是直到十几而已 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往下走 可是是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们就放了一部分给各位同学看 那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列出来 那同学也可以从这上面来下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母体变异数的简定的立体 那么在前面我们都介绍的都是母体平均数的一个简定 母体平均数是很重要的 没有错 但是母体变异数一样很重要 因为在包装的过程之中 我们除了要控制平均数 变异数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变异数代表的是我们的产品 参差不齐的状况 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这影响到我们 如果说我们包装有多有少 那对于拿到少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感受会很不好 他们会认为品管很差 或者是偷金减两 所以变异数的控制也是同等的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说了 有一个公司好了 他包装奶粉 变异数只要是超过了120 那这代表的是我们的 他们的这个包装机器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就要停止包装去检修它的机器 现在我们抽的30包 抽了30包之后 我们来计算它的样本平均数 样本标准差 样本变异数 我们发现了 样本变异数是几啊 132 超过了呀 超过了是不是 肯定的说 它是明显的超过120呢 那么 我们来做一个检定 好 那现在当然 我们第一步 先建立虚无假设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再是μ了 我们是一个变异数的检定 所以是sigma平方 sigma平方 等于120 这是标准值 现在我要建立的另外一个叫做 对立假设 h1 这个地方 我们什么情况之下 要去反对它 是sigma平方 超过120 我们才要去做 做一个反对的动作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sigma平方是 大于120 那么 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非常的明显的 它是一个右尾的检定 现在把我们的相关资料列出来 30包奶粉 所以 n是几 n是等于30 那么我们的自由度就是29 n-1 样本的变异数 样本的变异数是 s平方 所以我们测出来的s平方是132 现在alpha是多少呢 0.05 那么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的统计量 这个地方的统计量不是t 也不是z 我们是kisquare 卡方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图 kisquare的图画出来 现在我们的这个拒绝的率的话的几率是0.05 在这边 我们这个卡方值 请问一下 要去找这个零件值是多少呢 来 我们立刻将我们的卡方的表 找出来 现在我们的自由度是几 29 我们先从自由度29的地方找起 好 29的地方是在红线的上面 现在我们继续找的是 呃 0.05 0.05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这里 42.56 我们这边写了 这个位置是42.56 那么现在 这是我们的 呃 查表的理论值 也就是我们的零件值 现在把我们的观察值 的卡方值来计算出来 kisquare是等于 n-1 瓜胡 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那么现在 我们继续计算下去 n就用30来取代 s平方 用132取代 sigma平方 120来代下去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29 乘以132 除以 120 31.9 各位同学 31.9落在落点的哪里 在白色的位置 31.9 31.9 仍然是在于 白色的部分 所以 我们现在所测出来的值 有没有非常明确的去 反驳 这个 虚无 假设呢 还没有办法能够 非常明确的去 证明 它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下结论的话呢 就下的是 结论 不显著 来 我们来再看一个题目 这个 O-ring O-ring的话呢 像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游风 或parking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 规格一定要尽量的 不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我们希望品质是很齐的 那么 它要求是什么呢 直径不得超过多少 0.007 要注意的是 这是标准差哦 题目是标准差 好 那现在 取了多少 28个 N等于28 测得样本标准差 这是几 这是S啊 这个不得超过 是这个 这是Sigma啊 在显著水准 α值 这是α 工厂的宣称 是否值得采信 好 我们 怎么做呢 首先 我们先采信它 H0是多少 H0我们怎么写呢 Sigma平方 等于 0.007 的平方 注意 Sigma平方是 这边也要平方哦 因为它是标准 差 暂且先相信它 什么情况之下 拒绝它 标准差超过 我们才拒绝 基本上 标准差的话呢 我们 就是 拒绝欲 其实多半 都是在 右尾 因为大部分 我们要求 平管来说的话 标准差越小 当然是越好 就越整齐 所以我们都 拒绝的都是在 右尾 H1是什么呢 Sigma平方 是大于 0.007 因为我们 不会拒绝 它的品质 比较齐嘛 好 那现在 我们再把 资料列出来 N是几个 样本数 28 自由度 27 N-1 就27 现在我们的 样本的标准差 是0.0086 那么我们 S平方 就是0.0086 的平方 现在我要 检测它了 检测到底是 支持哪一个 因为这边 真的有点超过 86的平方 超过0.007 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 超过的太过分 就是非常明确 好 那我们现在 把α等于 0.05 这个的基本的要求 来写下来 来卡方的图 画出来 这边是0.05 没有问题 但是图 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查 因为我们不可能 背下来 因为每一个自由度 所对应的 这个值 就算是0.05 都一样 然后值 都不会一样的 现在我们把表 叫出来之后 我们将 我们的自由度 27 找出来 27 自由度 在这个红线之上 现在再把 0.05 的地方 我们把它 框起来 好 找到了 40.11 40.11 代表的是 我们的卡方值 超过了40.11 代表的是 那就是差很多 如果说40.11 之内 表示我们的 就算是超过一些 但是还不能够 足以去作为我们 拒绝它的证据 那么现在我们 来把 chi square 写下来 chi square 等于 n-1 挖虎 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等于 现在我们等于什么呢 等于n-1 n用28代 所以就变成27 乘上 0.0086的平方 再除以 0.007的平方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这也不麻烦 计算机 我们可以拿出来 我们可以 27 就乘 0.0086 再乘以 0.0086 除以 0.007 再除以 0.007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40.75 40.75 346 93 那我们取值两位就够了 40.75 落点在哪里呢 啊 落点 非常的 遗憾的话呢 落点已经进入了什么呢 不及格的位置了 40.75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 既然我们已经 现 设定了 这个是我们的 及格标准 那我们落在哪里呢 落在 拒绝域的范围 于是 我们下了结论 还认为 这是 sigma 平方 等于0.007 吗 我们不认为了 我们认为的话 这一次的检测 我们发现 结论 非常的显著 显著 意思就是说 这一批资料 足以推翻 我们是这个的宣称 不得超过 0.007的宣称 就是说 真的超过了 那么应该要检测机器 以看一看 说这个为什么会超过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做的是一个 母体变异数的 假设检定 假设检定 做法跟 母体的 平均数的做法 其实是 很像的 只有在哪里呢 只有在我们的 统计量上面 不太一样 它跟T一一样 就是说 都要用一个 近似常态分配的 一个前提 而且我们用的 这个统计量 是用的是 chi square 就是n-1 刮乎s平方 除以sigma平方 这个统计量 是卡方分配 然后呢 我们做法 都是类似的 找出了理论的一个 卡方值 利用查表的方式 这是 这是显著水准的 前提之下了 还有一个就是 自由度的 这是我们的样本数 找出了理论值之后 算出我们的观察的 卡方值 看看是不是落在 我们的拒绝域的范围 最后下结论